我可以不嫌 你可以不嫌 反正我全程记录着呢 你不嫌我就写句嫌 我的伤害太大了 太大了我把钱给你了 你是应该赔偿的 你给我的是应该赔偿的 上来大太子监狱她受到惩罚了 她受到惩罚 她是纠柔之举 她是应该应应得的 我是太无辜了 我现在照着这个注意 你们都无法想象 何女士因为犯故意杀人罪 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但是除了刑事责任以外 她还要进行民事赔偿 民事赔偿一共要赔十八万 法院是拍卖了她的房子 随后偿还了十四万 如今还有四万没有给 而监狱将会进行考核 并准备给满足条件的人减薪 但前提条件是 何女士要把这四万块钱 偿还给李女士 那么何女士愿意偿还这四万块钱吗 今天我们执行的这起案件呢 是因为被执行人的不法行为 给申请人造成了身体上 和心理上的伤害 而导致的一起刑事 附带民事赔偿案件 那么这个案件呢 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刑事判决部分 二是刑事判决中的 附带民事赔偿部分 我们今天要执行的呢 就是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 这一部分 事情还要从2019年说起 当时何女士欠了李女士一些钱 李女士多次催要何女士都不还 双方发生了冲突 何女士一时冲动 居然用刀刺下了李女士 李女士是鲜血直流 法院是做出了判决 何女士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同时还要附带民事赔偿 要赔偿给李女士18万 判决下来以后 何女士并没有履行判决 所以李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那申请人呢 于2020年3月份 向本院申请强制性立案 那我们是在立案之后呢 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的一处房产 并于2020年11月份 成功将房产派出 拍卖所得款是28万余元 申请人在本院还有另外一起 民间借贷的执行案件 那么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呢 是两人 一个是本案的被执行人 另外一个就是她的丈夫 所以呢 在我们拍卖完这个房产之后 虽然给她丈夫保留了 她相应的这个份额 也就是14万余元 但是申请人随后又提出 提出了财产保全 保全了其丈夫名下的这14万余元 那么这14万余元呢 这个也用于偿还了申请人 在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案件 那民间借贷这个案件 也成功的直结了 但是这个刑事负贷民事案件呢 就还差4万余元的这个 违款没有执行到 据执行法官介绍 当初何女士还欠李女士10多万 法官把何女士名下的房产拍卖 一共是拍卖了28万 但这处房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何女士和何女士丈夫 平分14万 何女士这14万是用于民事赔偿 但是何女士丈夫的这14万 也用于偿还欠款了 原来当初李女士 把何女士和丈夫一起告上了法院 要求他们偿还了自己的借款 如今这笔账算下来之后 何女士民事赔偿 还有4万枚旅行完 这房子拍卖以后 执行法官也查询了何女士名下 其他财产 但是都没有任何进展 没想到在近段时间 何女士丈夫居然主动联系 到了执行法官 她想主动把这4万块钱 给李女士 难道是何女士丈夫良心发现了吗 那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这个银行账户 网络资金 车辆等相关的财产信息 也进行了查询 但是没有所获 同时呢 我们也多次的联系到这个被执行人的丈夫 希望家属们再凑一些钱 能把这个尾款解决掉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家属也迟迟的没有把这个钱给凑来 被执行人的丈夫再次联系到我们 是因为这个被执行人 现在已经在监狱服刑 到今年10月份 有一个减刑申报 为了能够获得这个减刑的机会呢 被执行人的丈夫 是主动联系法院 想要把剩余的这个钱款给履行掉 刑事负贷民事赔偿 这个部分 以及刑事财产刑的部分 都已经履行完毕 这个是减刑的一个前提条件 原来现在监狱 会对满足条件的服刑人员进行减刑 前提就是要履行完所有法律责任 最后执行法官将李女士 还有何女士丈夫一起叫到了法院 双方将要交接剩下的4万赔偿款 你给他的钱是39359 然后这个总共这个 18万多的这个执行费 是2672 这个是要交到法院的 这个是执行费 一会儿他带你去交执行费 然后这个钱呢 你是以现金形式 还是以微信转账形式都行 你就直接给他就行 让他给你大收条 在双方核对完前述之后 李女士表示 何女士还应该给他一千多块钱 那么这一千多块钱 到底是什么钱 我这是2020年前保的这个钱 1444 对 这是保全费 这个也是你应该支付给他的 他当时在行事附带民事的过程当中 在就是行事附带民事的 他提起民事赔偿的过程当中 他就申请了保全 那么保全呢 就是由被保全人来承担 就是谁败诉 谁来承担这个费用 没办法意思吗 是那个 就是 就是 有乐平的那个 来我给你看一下 那个没给吗 这个钱没给 那个 那个只给 原来执行完事没扣回去吗 没扣 连执行费我都没扣 钱就是卖出来的钱全给他了 执行费没扣 保全费我也没扣 但这个钱是他预缴的吗 他颠付的 这钱你得给他转 这个是保 这个叫保全费 他还得表一份 对你给他就行 这钱你直接给他 1444 那我都一年转 行 原来这1400多块钱 是当初李女士保全何女士的财产 在法律上所花费的费用 这部分钱应该由败诉的李女士承担 随后何女士丈夫 是将所有的钱都转给了李女士 但是李女士了解到 何女士丈夫准备帮妻子申请减薪 看到这里 李女士不愿意在详解书上签字 旅行完了 他可以拿着这个旅行完毕去申请减刑申报 明白吗 因为他旅行完所有的赔偿 和所有的罚金是他减刑的前提条件 明白了吗 这个是他的权利 跟你没有关系 我可以不签字吗 为什么不签字 我钱都给完了 他给你习了 我给了呢 减刑申报是他的权利 就是说他在监狱表现得好 监狱有权利给他减刑 明白了吗 跟那个人的权没有关系 你要不签我就写当事人据钱 虽然李女士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何女士表示 他身体上受到的伤害 永远无法弥补 心理上受到的创伤也是永久的 所以他打心理不愿签字 我可以不签 你可以不签 反正我全程记录着呢 你不签我就写据钱 我的伤害太大 太大了 我把钱给你了 你应该赔偿 你给我的是应该赔偿 上来大太子监狱 他受到惩罚了 他受到惩罚 不是纠柔自取 他是应该应应得的 我是太无辜了 我现在照着这个注意 你们都无法想象 我不签 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讲 李女士不签谅解书 也不会影响到何女士减刑 执行法官也给何女士丈夫 说得很清楚 这减刑是监狱方面的权利 她是没有任何权利 给何女士减刑 执行法官只能执行 法院下达的判决 但是李女士是否签字 也不会影响到将来何女士减刑 减刑 扶行人员的减刑 他的前提条件 就是你的民事赔偿部分 还有判的你的这个罚金 刑事财产刑执行部分 你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这是你减刑的前提条件 你这些要是没完事的话 这个硬条件你没达到的话 不存在 不可能是你减刑的 但是你这个 你全都履行完毕之后 你可以 去下来呢 他只是不认可 就是减刑这个事呢 他签签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减刑这个事呢 是监狱进行考核的 也不是我来考核 这个东西减不减 我只是给他说的 只是能告诉他 这个判决判的这个财产行 还有赔偿部分 是否履行完毕 我是如实地去陈述这个事实 如实办这个案件 然后也给你出相应的事 至于说监狱给减不减刑 那是监狱的全体犯 这起案件本来就是从借钱开始的 结果因为何女士的冲动 酿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真的是得不偿失 现在双方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还是一句老话冲动是魔鬼 遇到任何事情 都应通过法律解决 被这些人呢 也是现场转账给了申请人 剩余的这个钱款 那么至此的案也顺利执行完毕 同时呢 现场我们也向被真正的亲属 送达了这个结案通知书 稍后呢 他可以拿着这个结案通知书 到监狱部门去申请人